大家好 我是阿柴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个悠悠白书特别篇的秘技 就是在这个画面下 普翻幼著刚喊完零完 秘技成功之后会有一段日文语音 输入BABY 可以多输入几次 就是在那个白屏黑字的状态下多输入几次 这个秘技是干什么用的呢 我们在选人界面 可以选妖狐藏马 还有年轻的幻海 还有百分之百的户与履地 那么怎么选这个人物呢 就是在人物上面 NL或者是R键 他就会切换成幼年的幻海 还有妖狐藏马 还有百分之百的户与履地 这个秘技可以解锁这三个人物 这三个人物也是很厉害的 以前在包机房看到很多同学小伙伴 在用这几个人物在对答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出来的 在输入BABY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一下键位 我用的是PS4的手柄 我们不用管它那个方块 插什么三角 我们只需要关注它的位置 它的键位 上下左右 我设置的键位是 就是下边那个插件 PS4手柄的插件是B A是圈 左侧的方块是Y BABY就是 插圈插方块 插圈插方块 键位是不是这么设置的 反正不管你是怎么设置的 一定要是BABY BABY 输入成功之后会有日文语音 行这个视频主要和各位分享一下这个经验 后面的视频是我游玩的画面 我把这三个隐含人物都用了一下 给各位看看 因为我也很少用这几个人物 所以打得很烂 各位将就着看 主要是看看画面 怀念怀念 因为我那时候在包机房 看见他们很多人都在用这三个人物 而我 比较偏向 喜欢用 飞影 喜欢用他的 希望炎杀剑 还有黑龙波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 喜欢的同学继续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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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一下care刀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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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